查理最近的确命犯桃花 但不至于连老太太都迷倒了吧 老太太往查理手里塞了一样东西就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她已经泪流满面 而查理一看 老太太给她的是一块精致的怀表 那天回去之后 老太太捧着查理写的剧本 坐在窗前的摇椅上摇晃着 当晚她去世了 八年后是1980年 此时的查理已经是一位更有名气的作家 但最近她的创作遭到了一些平静 为了寻找新的灵感 她决定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转眼查理到了一家漂亮的酒店 接待她的是在这里工作的70年的大叔亚瑟 亚瑟将查理带到房间 只不过临走前 他有一个疑问 无聊的查理在酒店随时晃悠着 他来到历史大厅 这里陈列的都是酒店以前的珍藏 查理认真地欣赏着 突然觉得背后似乎有一道目光 她猛然转身 一如眼帘的 却是一张绝美女人的照片 只一眼 查理就被深深地吸引 她对照片中的女人 有着莫名其妙的熟悉感 她想知道女人是谁 可照片底下的招牌却是空的 查理急忙跑去问亚瑟 亚瑟告诉她 女人名叫丽莎 是红旗一时的女演员 曾于1912年 在酒店的剧院表演过 了解到一些基本信息后 查理对她越发好奇 经常去历史大厅看她的照片 甚至因为她在夜里辗转反侧 为了知道更多关于丽莎的事情 查理来到了图书馆 并成功在一本介绍演员的杂志上 找到了关于丽莎的介绍 令查理震惊的是 她发现丽莎正是八年前 那个送她怀表的老太太 意识到事情没那么简单 查理根据介绍 找到了丽莎的故居 给她开门都是丽莎的仆人 她打亮着丽莎的房间 奇妙的感觉油然而生 查理在桌子上发现了一本书 书名叫《穿越时间》 而书的作者 正是查理的大学老师 仆人告诉查理 这是丽莎生前最爱读的书 接着 查理发现了一幢漂亮的房子模型 没想到这个模型 竟然还是个音乐盒 巧的是 这个旋律正是查理最爱的那首歌 一切的巧合似乎都在告诉查理 她和这位丽莎小姐的关系 绝没有那么简单 隔天 她就找到了自己的老师 向她询问关于时间穿越的问题 老师告诉她 许多年前 自己曾在一家小旅馆里 短暂地穿越过一瞬间 而穿越的方法则是 高度集中精神 然后自我催眠 催眠的过程中 所能想象到的画面越细致 那么成功的概率就越高 当天 查理就去买了一套老式西装 并换了一件1912年的钱币 为穿越做足了准备 她将要穿越的信息 记录了下来 一遍一遍地播放 可最后却丝毫不起作用 查理怎么都穿越不了 她再次来到了历史大厅 这一时 酒店的登记名册 突然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连忙来到了酒店阁楼 并翻出了1912年的登记手册 然后顺利在手册中找到了丽兹 甚至还找到了自己 自要6号房 早上9点18分 查理再次回到房间催眠 这一次的信息增添了许多细节 渐渐地 查理进入了半睡眠状态 此刻 脚上的装饰开始忽明忽暗 等到了第二天早晨 查理醒来一看 自己真的穿越了 为了一个女人 查理穿越到了70年前 她欣喜若狂 立刻去寻找丽兹 在酒店大堂里 她遇到了一个玩球的小孩 原来 这个小孩就是大叔亚瑟 为了找到丽兹 查理顺着来到了剧院 可剧院闹哄哄的 没人告诉她丽兹在哪 直到她找到了后台的休息室 但打开门 出来的是一位胖胖的女演员 根据这位女演员的猜测 丽兹现在应该正在海边散步 查理立刻来到了海边 在这里 她终于见到了丽兹 查理上前和丽兹打招呼 但丽兹见到她的第一句话 却很奇怪 查理没来得及问她 为什么这么说 甚至没来得及说上几句话 丽兹的经纪人就强行向她带走了 走之前她还警告查理 不许再接近丽兹 但查理没有放弃 她一路跟着丽兹和经纪人 来到了餐厅 在这里 她终于有机会跟丽兹近距离接触 两人跳着舞 丽兹其实对她也很有好感 这时经纪人再次及时出现 她直接让保安将查理赶了出去 但丽兹追了过来 询问了一些关于查理的信息 第二天一早 查理敲开了丽兹的房门 她想邀请丽兹吃早餐 可丽兹在舞台演出前 往往不吃东西 于是 查理又约她下午散步 还半鬼脸逗她 丽兹让她不要吵醒正在睡觉的女仆 结果伸出的手 正好和查理握到了一起 心动的感觉瞬间蔓延至全身 丽兹最终答应了查理散步的请求 到了下午 查理和丽兹乘着马船离开 经纪人看在眼里 却无可奈何 他们来到了海边 看人画画 坐在地上聊天 查理是个剧作家 所以她的侃侃而谈 深深吸引了丽兹 这一次 查理终于有机会询问丽兹 第一次见面时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丽兹告诉他 经纪人其实预判到 会有一个危险的男人出现 改变丽兹的一生 回去之前 梁在湖面上还了船 接着 查理将丽兹送到了房间 就在两人依依不舍 即将吻在一起的时候 门外响起了经纪人的敲门声 这大概是欧美最早的穿越剧 脑袋的苦等爱人70年 再见时 爱人却依旧面容年轻 经纪人的闯入 打破了房间暧昧的氛围 丽兹不禁恼羞成怒 这一次 她强势表明查理是她的私事 不希望经纪人插手干预 并在查理离开之前 送到她两张今晚演出的门票 到了晚上 演出正式开始 查理按时赴约 出现在观众席上 而丽兹的出场 立刻获得了热烈的掌声 舞台上 她是那样光彩夺目 优雅动人 每句台词 都能动得观众哈哈大笑 但在演出结尾的时候 台上的丽兹看着底下的查理 突然将喜剧 变成了深情告白的苦情戏 其他演员都慌了 只有查理明白 她在说什么 幸好最后 丽兹又将剧情缘了回来 才让这演出没出大乱子 第一场表演结束后 丽兹来到后台拍照 查理闯了进来 那一刻 丽兹看着眼前的爱人 笑容如此甜蜜动人 而这张照片 正是陈列在历史大厅的那张 紧接着 第二场表演开始了 丽兹还没出场 查理就收到离封信 信是经纪人送来的 约查理在剧院后面的亭子里见面 查理如愿来到亭子 经纪人开门见山 讲述了自己第一次见到丽兹 就觉得她前途无量 查理误以为经纪人也喜欢丽兹 想要将她据为其友 但经纪人的梦想 是要将丽兹培养为最顶级的女演员 查理很支持她的想法 并认为自己的存在 并不会对此造成影响 但她低估了经纪人 对丽兹的占有欲 又或者说 对那个梦想的偏执 就在查理要离开的时候 一群打手涌地出来 结束了台上的演出 丽兹匆赶到后台 因为她整场表演都没有进到查理 结果女伯告诉她 并没有发现查理的踪迹 丽兹心乱如麻 这时 有人敲响了房门 丽兹满怀希望地开门 结果门外只是经纪人 她告诉丽兹 查理已经离开 并且再也不会回来 并叮嘱丽兹做好准备 因为一个小时之后 他们就会出发 前往下一个演出地点 丽兹根本不信经纪人的鬼话 她来到查理的房间 发现她的光弧刀还放在桌上 丽兹明白 查理一定没有走 第二天一早 查理在马厩里醒了过来 她被五花大绑扔在马厩 查理立刻用身体撞进木板 将木板上挂着的没有灯撞落在地 接着 利用没有灯的碎片割断了绳子 她松松忙忙跑去找丽兹 可敲了半天的门都无人回应 直到酒店管家告诉她 丽兹一行 已经离开了这里 查理失魂落魄的 坐在了酒店门口的长椅上 这时 背后的草丛里 突然走出一抹牵引 正是丽兹 原来她放弃了大好的星途 选择留下来 失而复得的两人紧紧相拥 自那以后 丽兹和查理就开始了甜蜜的生活 他们谈天说地 拥抱亲吻 直到有一天 丽兹突然了解 查理的西装实在是有些老土了 可查理很喜欢 还兴奋地向她展示 西装有多合身 这时查理无意中将手伸进了口袋 并从中摸出了一枚 1979年的硬币 从那一刻 查理突然回过神来 眼尖立子离她越来越远 最后 她醒了过来 可周围的陈舍 已经是现代的模样 查理立刻躺到床上 她悲痛欲绝 试图再次穿越回去 可这一次 却怎么都没能成功 她从天堂 瞬间掉进了地狱 因为她爱生了 一个70年前的人 自那以后 查理经常会去历史大厅 抚摸怪在墙上的照片 她紧紧贴上去 却无法感受到爱人的温暖 她去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海边散步 去他们划过船的小湖 可一切都无济于事 查理只是陷入了更深的思念 她终于放弃了回去的想法 整日坐在床边 不吃不喝 亚瑟大叔发现她的时候 她的生命体征 已经极其微弱 临死前 一抹笑容浮现在查理嘴边 因为她看见了一束光 而光的镜头站着的 正是丽兹 丽兹向她伸出手 她义无反顾地 跑向了丽兹身边 现在 他们终于可以永远相守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四十多年前的传阅剧 将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以老的遗憾 展现得淋漓尽致 有人觉得查理刺思 明明不能给丽兹幸福 偏偏还是要传阅回去 招惹丽兹 既让丽兹放弃了大好的誓言 又让她的后半生 陷入了无尽的痛苦 但实际上 丽兹早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在无尽的时间长河里 哪怕只能与查理有片刻的交集 她也愿意付出所有的代价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以老 但今风欲露一相逢 便盛却人间无数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去看看原片哦 这样的感动 对吗 我的意思是 好 我们找到